我們今天講這個自由題 選擇率每年都很浮動 你們不懂得問題的解釋 這個我可以說是最重要的錯誤 你立即立得不好 其實這個錯誤不足夠令你 是可以連 Level 1 都沒有 請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大家好 又來我們好學不學學人中文青 之作文青年促成班 我是大家的中文導師哈里Sir 會不會大家覺得很奇怪 在我旁邊就沒有了阿神仔的出現 大家放心吧 我們雖然這四集中 都是哈里Sir 和大家去冠軍的作戰 但到之後來講 當時間適合的時候 阿神仔會和我們見面 所以我們下個月就敬請期待我們的節目 和阿神仔的內臨 好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講這個自由題 而這個自由題來說 DXC 選擇率每年都很浮動 為甚麼呢 因為它在題目上 它的難度 在過往較為高一點 但到了近年來講 譬如禁區 或者想想別人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很容易作答的題目 所以在選擇率上 基本上是每年都不同 它的浮動是非常大 而在縱伏位上 大家都會很擔心 不需要擔心這件事 阿SIR 也會和你去講解 各個的縱伏位 常犯的錯誤 讓大家在作戰的時候 可以釋除你們的憂慮 好 不如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去講一下 這個自由題上面 有甚麼常犯的錯誤 第一件事是你們不懂得問題的解釋 這個我可以說是第一個 或者是最重要的錯誤 同學你便會問 究竟這個自由題的解釋是甚麼呢 究竟我是逼著要寫記錄 還是逼著要寫議論 我曾經聽過一個學校的老師 他都答不到這個問題 我跟大家說一件事 你打十顆性 我寫個成十顆 自由題來說 其實是沒有這個限制的 即是說 譬如想想別人 你可以做一個議論文 去議論想水別人有多重要 或者你做一個記錄書情文 去講一下你有一次想水別人的經過 絕對也是可以的 請大家去留意 在格式上面其實是不閒 你甚至你真的夠膽 你寫半篇記錄半篇議論 他都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開了你的笑 或者開了你的眼界 這個來說就是在錯誤上面 因為你不懂得格式 你亂寫 這是我所稱之為低級的錯誤 第二件事是甚麼呢 我覺得這也是中至高級的錯誤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自由題來說 你們太過自由了 其實你一定要自己去議定主題 例如你想說禁區這個主題 可能你的主題是甚麼呢 你可能你去教別人去防範 我們有句說話叫防人之心不可無 又或者是甚麼呢 你可以說一下一些傳統禁忌都可以的 原來你做這個自由題的時候 由滑許他已經給了一些支持給你 或者他去到觸印也是可以的 說到一些各位的痕跡 很開心 或者一些很感觸等等 雖然他給了一個方向給你 但其實你自己都要下一個主題 例如你按他的感覺 觸印上可能你說到 原來這個經歷是我們不可以忘記的 這些就是要自行去議定的主題 你沒有議定的時候 你編迷追 我可以說叫做高分極有限的 好 第三個來說就叫做太過自由了 你忘記了行文的格式 例如你可以說到這個 例如捉印這個例子 或者我從甚麼之中想到這個快樂 你會覺得現在這個行文 就是我想做這個議論文 我忘記的格式 不是說你連議論記錄也不會 而是例如你選擇了一類文 例如你選擇了這個議論文 你覺得我原來從甚麼之中找到這個快樂 你就會說好了 我不斷說一個很快樂的事情 例如我原來在吃飯裡面 我吃中式的食品很快樂 吃日式的食品也很快樂 這裡不斷在沉列一些你自己的日記 但問題我亦說過 你寫日記文章是不會高分的 他亦是用到議論的時候 你都一樣要記住 你一定要有我講過的立論 你也要有你自己的例子 也要有你自己的結尾 這些是缺一不可的 所以大家要記住 他自由得來 你可以說自己的感受 我從甚麼甚麼抓到快樂 但問題是如果你是一個議論的格式 所以你也要講古今宗愛的例子 也要有你清楚的立論 如果不是這段我稱之為不收貨 所以記住 你做這個格式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過往的行民的策略 譬如你做這個記綴書情文是怎樣的呢 記綴書情文也是一樣 你一定要用到例子 你的例子是甚麼呢 我稱之為故事可能會更加適合 譬如你講到 我做甚麼想想別人的 你不是說一下我做殘疾人士 我想他的經歷 我覺得自己都很開心的 原來可以幫到他的 我想了他的時候 證明了我有個愛心的 請你都記住 原來議論和記著 我都專程提醒大家 立論例子結尾 講到這個故事 這些都是記住不可以忘記的 第四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高級的錯誤 是甚麼意思呢 你要記住 你回應所有的提案 譬如說禁區 我假設這個不是真的 譬如是一個人的阻擋 禁區來說是一個人的設限 禁區來說是一個價值觀的泛龍 你會回應所有的題目 但我跟你說不用 在你做這個自由題的時候 其實剛才我說過 你可以自以主題 譬如想相別人 爭鬥的時候 回到家的時候 遙遠的時候 你現在他不斷提到這些 其實你是不需要逐個回應 甚至是甚麼 你可以是甚麼 完全不回應都是可以的 我寫給你 你可以完全不回應 這個來說就是你的錯誤 你覺得你要跟著他 但其實原來不是 甚至你是 剛才所說 你是一隻字都不提及過 只要你有你的主題 你都得到分 所以希望大家 不要犯這個錯誤 當你勉強自己去做 做一些你不擅長的東西 其實你的分數一定會有所影響 其實你的分數一定會有所影響 第五題是甚麼呢 就是曲解題目 這就是我稱之為低手所犯的錯誤 例如剛才我經常說到禁區 你如何曲解這個題目 你覺得禁區是甚麼呢 可能純粹是機場的禁區 然後你所有的題目就圍繞著機場去說 你甚麼其他人生的意義 價值觀 你都不去說 這就叫你純粹在那個題目上 有一個好客人去曲解 尤其是怎樣曲解題目呢 例如你可以說到想想別人 我們想想別人 你純粹是覺得 你是要去想起別人 原來那個人欠我錢 我想起他 我就要去迫他快點還錢 我想起我媽媽 因為原來媽媽對我的養育之恩很偉大 我就算上班之後 我也不忘記 你純粹是由想起回憶 你是沒有去想起 其實這件事可以在多角度的拓展 所以在曲解題目上 很多同學你犯的錯誤是甚麼呢 你的思想太過狹窄了 你只是覺得 我這個題目是關於機場 就是關於想起一個人 在一個靈光一閃 這絕對是不可以回應 題目想說的一些中國文化的心意 所以你記住 做這些題目的時候 你一定要 我狹窄完的時候 即是擴闊廢話 這個擴闊就是 你可以說一些人論的文化 不只是說中國文化 想起別人 想起非洲的貧民 想起對你有過恩的人 想在街上你疾詞而過 你忽略了它 一些文化 一些你個人的 一些人論的價值觀 其實都可以去接受 希望大家去留意這件事 所以我也是有一個錯誤的事例 讓你知道 在一個竹印上 可以有什麼錯誤的東西會發生 而你們也可能是猛然不知的 例如第一件事 我用記罪文做事例 譬如這裏 父親是有一個榜樣 教讀書寫字 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家人 在一個記罪文上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 這篇是自由題 自由題來說 這位同學的第一段犯錯是甚麼 他沒有去界定 你的竹印究竟怎樣解釋 你的意思是爸爸對你的竹印去幫助你 或者是爸爸的竹印是你學走的榜樣 還是爸爸的竹印是勉強了你的人生 令你的人生沒有這個光輝 所以你記得第一件事是他沒有界定 後面那裏是說甚麼 第二 媽媽去世的時候 爸爸就承擔了家中的一差 幫你去打掃、買早餐 到我董事之後 我都會幫忙做這個家務 昨天的寡言的爸爸很少表達自己的感受 這個記罪文的事例 他後面這裏犯了甚麼 他是完全沒有去回應 你看到嗎 這篇我剛才說過 在錯誤的事例上 你都沒有好好有你的主軸 我完全看不出你的主軸是甚麼 你的第一段內母界定不要緊 第二段 你都可以說一下爸爸的竹印對你有甚麼影響 對你好或是不好的影響 又或者爸爸的竹印如何限制你的人生 你看到在題目上 這就是同學最常犯的錯誤 就是你一輪再說的東西 但問題是 其實我不知道你在說的重點是甚麼 現在去到議論文 又怎樣呢 你看看 我就說 唯有留下這個竹印才是一個人存在的證明 譬如說到這個中國籃球運動員 一直沒有人去關注 到黃哲和巴特爾 說這個基本上是出賣了亞上的年紀 這個中國人去了NBA去打球 到最後竟然拿了梅冠軍的指環 說很厲害 當然不是他們去幫忙拿 是其他球員很厲害 他們去抽熱鬧 好像說得很無情 這些都是一些籃球評算員尖酸的評価 一些批判來的 就覺得那隊的球隊 其實純粹是一個 他們自己有實力 你只不過是一個臭數 原來由這件事來說 只要追夢而言 留下自己的竹印 就可以獲得難以想像的收穫 你看到亞Sir 為什麼這麼仔細解釋 NBA拿冠軍的過程 因為其實你在內容上面 其實他們留下竹印這件事 是一點都不重要 基本上你曲解了一個題目 你看到嗎 我們的竹印就是一個人存在的證明 你純粹湊熱鬧 拿了一個冠軍 其實我不覺得這個 是你的存在的證明 所以你記得到 在議論文上面 如果你在自由題上 你用議論文的格式 但問題是你曲解了一個題目 你立論立得不好 其實這個錯誤 不足夠令你 是可以連這個1 都沒有的 請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好 也都是我用一個正確的示例 用議論文做一個例子 這個是亞Sir 即是考試的程度 他的文章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星星的文章 是怎樣去練成一粒 但當然重點不是我星星 而重點是錯誤 你們不要去犯 那我就看到 我們要心裏 去顛導 這個竹刃背後的意義 意思就是 我們在竹刃上面 可以有很多不同人生的意義 可以去了解到 譬如我講到 這個僑的作者真問之 是說什麼 就是他心是他的家國 時刻 希望在故鄉上發光發亮 後面來說 我們要人生的腦 會很曲折 但問題是 只要留意其他人留下的足印 就可以回望到人生 你由別人的人生的路上 或者是自己的人生路上 你測學很多不同的經歷 就更加豐富了自己個人的內涵 這就是你成長的證明 我們即使好像學武帝 犯下一些很大的錯誤 大家記得輪臺之召 現在後面來說 我散了很多不同的詞人的例子 就跟自己做一個比較 別人這樣犯 你也想想你之前來說 你走的人生道路 有沒有犯過類似的東西 原來 別人的經歷 由自己的經歷 這就是足印 就是你存在的證明 這是對生命的自省和欣賞 為未來留下的足印 加上信心 所以你看到是不斷不斷提足印 因為這就是 就是想回我們人生不同的意義 好 所以大家也看到 作文的時候 其實你的立論立得不好 對題目曲解了 甚至連格式都不知道 其實在行紋上 這些錯誤是足夠致命的 所以希望大家去留意這件事 同學者了解了 那個常犯的錯誤之後 我相信大家都會配感信心 但是自由題 其實可能同學覺得過於這個自由 都不知道怎樣算好的 我希望下次跟大家說取分的關鍵 讓大家在做自由題的時候 更加得心應手 可以幫你們在考試的情況下 可以多一張刀 同時 另外一件事大家要注意 就是你可以按我們 Info Box 的連結 去WhatsApp 我們 拿到我們今天課堂的練習 讓大家可以去精益求精 了解到你們自己的問題所在 而是輸入這個試堂 還可以試一堂免費的自選 DSE 奪星課程 你可以去打我們以下的網址 或者去按我們Info Box 就可以了解到更多不同課堂的資訊 最後大家記得 追蹤阿Sir的IG Heiriness 讓我可以分享更多 不同的中文資訊 讓大家知道 我們不如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我不介意沒有結果 但我介意自己沒有試過 相信自己 就算沒有人相信你 拍下問題 升級導師為你解答 立即下載SnapAsk 不及不及不及不可